女人的家中被杀手入侵 男友瞬间被秒杀 杀手躲在暗处电话持续挑衅 举着手枪的女人在房间到处寻找杀手踪迹 突然她灵机一动 反手挂掉电话再回波过去 听到铃声对着一对哐哐两枪射过去 杀手阴声倒地 可惜现代杀手早已装备升级穿上了防弹衣 杀手磨高一仗夺门而出 尖刀瞬间就刺进了女记者的肩膀 俩人随即就扭打在了一起 杀手是刺呀刺女记者是杂呀杂 一个是命中率低一个是伤害不够 女记者很快使出一招过肩摔将杀手重重摔倒在地 眼看杀手倒地不起以为其失去了意识 冲过去夺取手中的尖刀试图反杀 恐怖片定律告诉我们 手倒地要捕到前提的用枪 作为职业杀手自然熟悉各种恐怖片套路 所以早早地就将她的手枪打飞出去 自己也是假装昏迷事实早已剥离在手 回手掏进女记者腹中 正当杀手就要了解女记者食 一对姐妹花财姗姗来迟赶跑了杀手 女记者也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被当成挡刀的 这姐妹俩本来是打算自己当作幼儿影杀手出动的 可没想到杀手竟转移目标将矛头对向女记者 面对杀手的反套路 姐妹俩早就有所经历 在一年前姐妹俩就陷入了当地的命案 原来她俩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连环杀人犯 甚至有电影公司以她俩父亲为原型 制作出了大热的恐怖片 而一年前姐姐山曼发现自己男友 居然也是一个连环杀手 她与杀曼在一起的原因 竟因是她爹的小迷地 最后在前男友和她同伙 屠杀了一堆人之后 杀曼用刀刺了前男友二十多刀 方才结束了这一切 然而自此谣言满天飞 网络上大传杀曼才是真正的凶手 所谓的前男友只是死掉的替罪羊 但自从姐姐尝过杀人的滋味之后 愈发难以克制内心的屠杀欲望 即使向心理医生倾诉 结果也只换来医生的退避三社 不过现如今姐姐只想赚钱养家 与自己的妹妹安稳地生活在这个新的城市 可妹妹却始终觉得姐姐是过度保护 甚至连自己在party上想与渣男一夜情 都被姐姐用电机棒搅黄 妹妹觉得现如今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让妹妹自己独立重新开始 才是正确的选择 可奈何恐怖片的脑残粉太多 姐妹俩宁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悄然打破 姐妹俩被室友们叫到客厅 电视上正报道着他们的俩个大学同学惨死在家中 恰巧地是这俩位电影专业的同学 刚刚才在身像中模仿鬼灭杀手 干掉了自己的女老师 现在却以同样的手法被真正的鬼灭杀手给分饰 姐姐见此情景预感不妙 准备收拾东西带着妹妹去往别的城市 可是有昆妮的警长父亲打了过来 在案发现场遗留了姐姐的驾照 现要求姐姐以嫌疑人的身份前往警局 姐妹二人在前往警局的路上 姐姐接到了死去的前男友打来的电话 不出意料电话那头传来了鬼灭杀手低吼的声音 原来公寓里那俩个死去大学生 正计划以姐妹俩为目标继续作案 而鬼灭杀手不允许自己的目标被他人得逞 便抢先一步干掉对手 姐姐对此表示不屑 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可刹那之间 鬼灭杀手如野兽一样 从一旁埋伏许久的角落冲了出来 姐妹俩一路逃窜进了一家便利店 他们大声呼喊正有人追杀他们 光当一声门铃一响 大门被杀手打开 强壮的光头男上前见义勇为 以为杀手不敢当着这么多人造词 可没想到杀手挥舞其手中的尖刀 对着眼前的男人连同几下 吓得众人慌忙逃窜 本以为姐妹花就这样即将香消玉隐了 商店老板如英雄一般端着喷子就站了起来 打算给杀手背后来上一梭子 可杀手眼疾手快 一个侧身闪躲就消失在货架中 老板眼神示意让姐妹俩赶紧逃走 自己一个人来对付这个杀手 可就在老板走神之间 杀手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身后 朝着胸口就是一刀 随后夺走老板手中的枪 不顾其百般求饶 一枪就抱了他的头 姐妹俩这下彻底慌了 只能平住呼吸 在货架之间匍匐前行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杀手不断开枪恐吓 脚步一点一点地向他们靠近 地下的玻璃扎每发出一次的刺耳声 都扎在了姐妹俩的心中 姐姐缓缓拿起一旁的啤酒罐扔了出去 杀手被这另外一边的声音给吸引过去 姐妹俩趁机小心翼翼地向门口爬去 可杀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瞬间就转过身 把枪对准他们 姐妹俩也豁了出去 拼尽全力将面前的货架推倒 将杀手压在底下 姐妹俩抓住时机 一个箭步就冲到了门外 这时米国警察姗姗来迟 杀手早已溜到后门跑了 只剩下地上充满嘲讽的面具 凶悍的杀手大庭广众砍杀路人 只为追杀这一对姐妹花 不仅能用传统冷兵器 还能捡把喷子 进行装备升级实现杀手现代化 可姐妹俩主角光环缠身 依然侥幸逃脱 来到警局中 女室友昆妮的父亲 向姐妹俩询问 是否具有不在场证明 分室案发当时 姐姐正在接受心理医生治疗 妹妹则在party上和渣男调情 显然都不具备作案时机 从现场遗留的姐姐驾照 可以判断 现在嫌疑最大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人 转而言之便是他们的室友与好友 谈话间一位不速之客前来拜访 现在的身份是联邦探员 但她之前却是姐姐在老家高中的学姐 许多年前侥幸从老一代鬼灭杀手中活了下来 现在打算支援自己的学妹 不过姐妹俩临走前被告知 现以嫌疑员的身份不能离开纽约 这也就意味着姐妹们 必须继续面对这个阴魂不散的恶魔 经历了初代鬼脸杀手的女记者莫妮卡 现如今已经是功成名就 以此事件铸成了畅销书 可之前女记者曾答应姐妹俩 不会透露该案件的相关内容 可女记者已总有人会去作为游出而反而 这也让女记者与姐妹俩关系降到了冰点 到了晚上 姐妹俩将室友与朋友们聚集在一起 打算一起过夜 这样既能防范杀手 又能盯住每一个朋友 以防中出了内鬼 妹妹的暧昧对象小黑哥 放浪不羁的女室友昆妮 上一步的幸存者黑妹 以及她的女友 除了要上课的卷发男眉道 这下所有可能是杀手的人都出现在一起 正当几人在客厅闲聊之时 鬼面杀手悄然出现在昆妮的房间中 包电话周的她毫无察觉危险即将来临 很快众人注意到房屋里不一样的响动 听着熟悉的声音 还以为昆妮与男友正在探讨人生大事 可随着卧室门的打开 昆妮的尸体血淋淋地倒在众人的面前 鬼面杀手开始屠杀 黑妹女友为了救自己爱人 竟赤手空拳地与鬼面杀手搏斗 可这哪是她的对手 直接被单手轻易地举到空中 大刀一捅顺着肚子就开始往上滑 西瓜之瞬间就沿着肚脐流淌下来 姐姐抄起空的刀具盒就向杀手的头上砸去 带着他们躲进了房间 可脆弱的木门面对杀手巨大的力量 难以坚持许久 姐姐与黑妹只好先用橱柜降门抵住 对面邻居胡子男间姐姐的秘密情人 见到这边的惨状 便抬出一把梯子伸了过去 情况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 姐姐和黑妹一个接一个顺利爬了过去 但黑妹女友伤势实在太过严重 身体极其虚弱 刚刚才爬到正中间 杀手已经破门而入站在了窗边 如同死神一般即将宣判她的死刑 即使伙伴们如何抓紧梯子都还是无济于事 黑妹女友在猛烈的摇晃下 重重地从高楼摔死在了地面 可以说是全片死状最惨的一个角色 可谓是长得越漂亮死得越惨 与女老师的死状一样 深刻贯彻在导演指导下的 恐怖薛江片的艳女情节 姐妹俩与剩余的同伴再次幸存下来 可好运还能否一直伴随着他们 女子被杀手从五楼高的阶梯上垂直摔下 砸在垃圾箱上当场暴毙 杀手听到窗外传来的警笛声 看着对面幸存的姐妹花 仿佛用眼神在告诉他们 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警长看着自己死去女儿的尸体 伤心欲绝 愤怒地表示一定让杀手付出相应的代价 这时姐姐的FBI学姐和女记者姗姗来迟 女记者有了新的线索 带着众人来到一处废弃的电影院 这地方是那俩位死去的电影专业学生买下来的 作为他们秘密基地 里面陈列之前数代鬼脸杀手的道具与手办